如果你每個禮拜二的下午有到驅公所去 看事情你就會看到它 穿著旗袍優雅地走上舞台 很難想像這位王嘉欣女士已經82歲 在內湖驅公所担任志工的她分享穿旗袍的好處 女性不管是忍稍微有一點不滿或者是瘦 然後穿旗袍都好看 因為你穿上旗袍之後你會注意自己的意外 然後你會注意自己的意表 讓自己看起來優雅一點 這是台北市內湖區周美里新春揮豪活動現場 已經邁入第六年的這項社區活動 今年首次加入了旗袍走秀表演 由九世愛旗袍的姐妹們輪番上場展現旗袍之美 當地周美里里長邱莉玲也穿上和聲的旗袍響應 很過好評 大家知道旗袍是我們中國的文化 也是我覺得是最好表現我們中國女性美的一個服裝 透過這個服裝可以訓練我們女性的美姿美儀 也可以把我們的體態表現得更好 希望能夠發揚我們旗袍文化 讓更多的婦女朋友我們台灣的女性朋友們來接觸 旗袍其實不是那麼困難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把它穿上來展示一下 除了旗袍走秀 民眾最愛的還是名家輝豪正春聯 七位書法名家前排滿了等候索取春聯的民眾 最熱門的是陳毅如老師的能量創意手繪春聯 今年我準備了很多很多的有關榮的 數十款的這個有關榮的春聯這樣子 對對然後就很開心來到周美里 然後每個每個民眾看到我的 看到我的作品也都很驚豔 蘇法班老師葉佳耀的門簾也吸引許多民眾索取 今天看到大家這麼多人在排隊很高興 寫得很快活 寫得很開心 藝術家謝麗美也受邀參加活動 第一次寫春聯的謝老師特別把花繪畫入春聯 讓傳統春聯增添藝術氣息 謝謝大家的支持還有里長的邀請 因為我寫春聯是第一次 我平常時都是畫圖 所以我期待明年我會寫得更好 大家恭喜新年好農年成大運 還有美國駐香港大使退休 現在定居周美里的台灣女婿洪雷鳴 左手持筆的她用金漆寫起立書讓人驚豔 除了這些書法名家外 現場還提供筆墨紙 讓社區民眾不分男女老幼 都可以享受寫字揮好的樂趣 今天我們也邀請小朋友來一起寫春聯 希望把我們這個書法 我們中國文化的這個美 文字的美 讓我們的孩子一直傳承下去 除了粉彩畫拼布班編織班及歌唱班等成果展出 現場還有新著名朋友提供意見及指甲場會服務 希望回饋社區 我們今年也得到台北市政府 是照顧新住民這個輔導措施的這個獎牌 那主要是我們周美里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有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這個人來住在周美里 那我們希望藉著他們的這個專長來參與我們社區的活動 所以這一次透過我們市區公所的安排 那我們邀請到新住民的好姐妹們 來為我們社區意見還有指甲彩繪 還有由當地企業贊助 里內志工烹調的各式餐點佳肴 讓周美里民在寒冬中享受熱騰騰的美食 提前感受年節的歡樂氣氛 祝大家新年快樂 記者張啟騰 台北報導